來參加第79場的Maker H9 那我們是Maker Pro 是我們平常是關注於物聯網 跟Maker相關的社群媒體平台 那我們會辦很多 像類似今晚這樣的免費的分享會 或是會有一些工作坊 所以歡迎大家來我們的粉專按讚 然後隨時發佈最新的資訊 今天我們的H9請到了 HCOS開放在宅照顧系統的創辦人哈爸 然後來跟大家聊聊 HCOS這樣一個開放的系統 他是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子經營 然後還有經營的模式 以及新手該如何踏出這個共創 在宅照顧系統的第一步 那就這樣跟大家時間 我們掌聲歡迎哈爸 大家好 一般來講是一開始 就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這件事就是教育這個典數 那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一般 是不是自我介紹一下比較好 你還會想看 因為通常我比較把這個東西當見面 因為像 我叫哈爸 那可能我在蠟子那邊 就是比較大家知道 就是做環境檢測的那邊 然後 後來最近就是做這個HCOS 切一下 HCOS向左上角 HCOS叫Home Care Open System 基本上他是在針對 在宅照顧這邊的一個開放的系統 我還是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哈爸 那我這邊 我大概在業界做20年 那都是做軟體啊 任機啊 那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 後來我大概前10年 前10年做的就是比較像是軟體 自動化 做出軟體 那所以到了那個 我前10年的工作 我會說在OS以上的工作 就有很多問題 反正就是設備蠻多的 然後後來就進 NC設計公司 然後就做 我們做 它其實就是做通訊系統 所以我們做 比方說就是做Linus Driver 然後包Linus 後面做 因為做通訊系統 要做Rewetime系統 所以我們就做 開了一個IC 上面的Rewetime系統 大概是 那後來做的比較多一點 就帶了半個公司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我算純業界的人 那大概兩年前 兩年前不知道在幹嘛 就想不開 然後就出來問 這間NACAN 然後做社群 那那個時候就做了 做了LAS 做了空氣感測 這LAS做的其實還不錯 那在全台灣部件的 可能現在大概有部件的2000台 手機的APP還是網站上 一看你就可以看到 即時的空氣的品質 那一樣它是一個開放系統 而我們都搞開放的 所以我們做的東西都是 開源開放 基本上我大概做的東西 幾乎都是全開放的 那做了還蠻久的 做了大概一年多 那後來又做了一個 比較像是Foundbar 大概半年前 那也有一個Foundbar的系統 叫Foundbar Taiwan User Group 那也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大概前兩三個月 就開始搞COS這件事情 這個系統 這個開放系統 我們的願景是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台灣應該這麼問好了 大家知道我們大概在過一陣子 人化的衝擊會蠻大的 知道這件事的舉手 還不知道這件事的舉手 你已經比我年齡很大 你已經比我年齡很大 好 沒關係 那這樣說好了 我再問一下 知道了 跟你已經感覺到了 你已經感覺到了 你們都感覺到了 那一兩個講一下 你感覺到了 其實我老實說 我淋滋約約會感覺到 但是我沒有那麼深刻 所以我其實想要問一下 你覺得你感覺到了嗎 你會怕嗎 會怕 你是為自己怕 還是為你爸爸媽媽怕 還是為你小孩怕 你點頭比較厲害 我就問你 真的 因為長輩就是上年輕 對 然後小孩一下 其實我會怕 但是你知道我怕 我想每一個人可能看到的 感覺到的不一樣 我會怕我會怕什麼 其實我會怕的是我們的想法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年紀 人種是會老 老的只會死 不管你怎麼樣 他就是會來 但是問題是 其實大的點在於 現在我們 以我們現在來 能夠在這裡 基本上我們現在都是具有生產力 如果年紀大一點 真的再過十年 十年啊怎麼樣 就真的沒有生產力 所以你現在有生產力也低 但是等到你沒有生產力的時候 你是0 這其實不是 因為你通常都會拖你的 拖你的 因為你已經到了 所以你就會拖你的資歷下死 所以基本上 你是總一變成負 至於負多少 我們就不知道 那其實老人化對我們台灣來講 大概五年到十年 它就會變得非常地明顯 那問題是 我們都知道老人化會來 那我們都可能會擔心 但是我們再問好了 你覺得 這麼說好了 通常黨人化我們會對 第一個直覺就是 政府總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再問好了 你覺得 政府會做出合適的準備 來應付這個老人化重啟的舉行 你覺得 你舉手是我的題不好 你覺得他做不好的舉手 政府會做不好的舉手 所以大家都覺得政府會做不好 大家都有共識嘛 好 那你覺得 那政府會做不好 那再來就是 民間企業會不會做得好 你覺得民間企業會做得好 就是老人化重啟應該不會很大 因為民間企業會抗起這個責任 你覺得是這樣 不是說抗起這個責任 哪是說他們賺了錢之後呢 這個老人化的衝擊就會足夠起來 你覺得會這樣做什麼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你覺得 你覺得還是不太夠的 靠商業的力量還是不太夠的 舉手 所以大家覺得說 靠著商業的力量這個老人化的衝擊 其實還是解的不夠好 靠政府是沒救的 靠商業的力量是 是還不夠好 那還缺什麼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力量 我不知道啊 就只有政府的力量 談到這那一盒的力量 談到這那盒的力量 這個壓力太大了 其實我也是看到同樣的東西 我知道說政府的 你看他搞長照搞樂七八糟就知道 然後商業的力量看起來呢 還沒洗 你覺得還沒洗 為什麼還沒洗 是因為在商業延商 他有錢賺才會有商業 現在他看不到錢賺 所以他現在不需要動 等到你這個老人化來的時候 他就會想動 問題是他來得及嗎 第一個是他來得及 第二個是 很多東西是該做的沒錢做 我們在現實生活就是這樣 很多東西就是該做 比方說我做空氣好了 空氣就是該把它弄好嘛 對不對 那商人那就是不要嘛 因為他沒錢賺 很多事情是該做 但是就是商業來得及不住 因為沒錢賺 那政府又做不來 商業又做不來 那或者他又來不及 那其實問題就大不了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說 在做這個老人化衝擊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後 他是很花時間的 不是說你錢丟下去 所以要明天就搞定 很多事情不是 平常都是一些社會結構的改變 一些社區的營造 或者是很多的東西 當你去發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東西 他都需要很多的時間 而且他一關卡一關 我沒有政策 我沒有法令 我沒有這個 我沒有那個 他東西就是不會動 那每一件事情呢 都給你拖個一年半 再拖個一年半 那你到最後 就寫東西 那你到最後 問題就大不了 好 那 講了好像很多問題對不對 好像沒救了 今天回去又睡不開 那我們能做什麼 最重要的是 我們做得到 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把這個願景 挑在這裡 就是說 老人化我們要解長照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我們從資訊科技上去做 你看願景 資訊科技 開源開放 正代性 那為什麼我們從資訊科技去做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做的電子產品 我們做電子產品 其實我們很了解 我自己還可以會做電子產品 但是為什麼說 我明明專長好像是做了電子產品 為什麼我去解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是做一個產品 原因是產品太慢 你做一個不管做什麼長照產品 做一個什麼的產品 當這個產品要給幾千萬個人用的時候 或者幾百萬個人用的時候 你要生產到什麼時候 你的普及率太慢 而且你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跟資訊系統不一樣 你只要寫了一個好日系統 你只要寫了一個好APP 你一上架就是全卡滿多可用 你看那個Papako 那個不是Papako 就是那個什麼 寶可夢 寶可夢可以在一瞬間 他可以在幾個禮拜內 擋所有人都用 甚至改變一大堆人的行為 然後造成很多的一些社會的變化 所以你看他實際上以軟體來講 他的影響力非常的大 他相對來講成本非常的低 他可以造成的變化非常的大 所以你如果有這樣的好的系統 你就能夠造成這樣的好的變化 這是我為什麼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你就會想說 好 那我如果有一個這麼好的系統 OK 很好 可是問題是 通常這個系統也很難做 那我們也沒有把握就一個人 或者怎麼樣 我怎麼有把握能夠做出怎麼樣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開放 因為你以前做LAS的經驗來講 開放其實等同工藝 幾乎是 你如果軟體什麼什麼source code 全部開放 那基本上就是工藝 為什麼 因為當你call 以軟體來講 軟體的生命就在call 軟體的價值就在call 如果你call把它開放了 你等同是你開發的人不用價值 那基本上它就是工藝 那它是很 所以我們call紙是一個工藝的東西非常好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做的人那一個人只白癡 對 他是貢獻者 然後他就是犧牲自己造福別人的那種 然後最後他就死掉了 所以沒有人要做 但是對於所有人來講都是有利的 所以不管像我們做LAS的 不管做call紙還是做什麼方法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 說實在的 我做那三個系統 每一個人都很喜歡 但是真正來做的人就很有限 因為行歸對不對 就是賺 大家在外面賺的人很喜歡 真正來投入的人就是要犧牲 所以他其實是比較危險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以前在LAS那邊證明的 我相信在LAS他可以做出來 我在這裡就可以做出來 那一夜就可以這樣這麼久 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我們的做法就是起伏的第一句 開放開放開放 那記得等一下加那個我們的演出 這些東西其實早就都放出來了 今天只有該幾他演 我們演出都演 開放開放開放很重要 所以要寫產業 那因為這個系統大部分都是做 相對他是做軟體 但是有些東西他是做到硬體 我們就會寫硬體 基本上就是差遠的軟硬體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的醫療 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都說台灣的健保層次很棒 但是其實台灣的醫療資訊系統 相當的落後 我不知道 我就是這麼認為 我也不能說他相當的落後 而是現代的資訊系統進步非常快 非常大 那相對來講你只要沒有跟上進步的就是落後 你可以從現在的這些軟體 做得多怎麼樣又多怎麼樣 你在看我們台灣的資訊系統 尤其醫療的資訊系統 其實是很基本的 你說幾年前他還可以看 但是現在就相對很多 不是只要你有手機APP 就叫高檔軟體 那現在其實不管他的開發方式 分析方式跟他的整個運作方式 其實我不太覺得我們的資訊系統是可以 不過我想簡單的例子好了 你知道現在我們那個 就接觸之後 你知道我們現在那些診所用的軟體 你每次去診所他們都會給你打打打打打 你知道那個軟體是用什麼系統的嗎 我記得他 我知道那個軟體有三家Dominion 有三家Dominion 一家用Fox Pro寫的 聽過Fox Pro的舉手 聽過Fox Pro的舉手 你低於三十歲聽過Fox Pro的舉手 我真的那個聽到那個 我已經光講這句話我手就會抖 那個已經要從很久很久很古老的記憶中 去把它翻出來才想起那個名字 然後聽說他們出了一個高檔功能 叫做CopyPaste 那是塊圖的系統 我不是 這只是其中一個小例子 我不是說所有的系統 但是我們很多的系統就長這裡 好不好 那你如果再去思考 為什麼這個系統還能夠存在這個世界上 你就怕了 你覺得一個這麼鳥的 這麼古老的系統 為什麼還可以存在這個世界上 猜猜看 你想想看 就光這個點好了 你覺得 一個這麼古老的系統 還可以Dominion在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不會進步 來 你說 還會動就不要換 還會動就不要換 好 再來咧 動的會出事 也是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 還有他 存在的那個資料 要再migrate到一個新的系統 這可能他會很反映 那第一個是 第二個是 他那個軟體可能都是倒偷的 因為醫療裡面的那個程序 不是外面的人可以的 所以他有一個門檻 所以那個門檻你說你願意幫他改他 他還不見得要給你改 可是你說美會太害怕 是 因為裡面的很多 很多東西 不是我們從 揮美麗口的那個觀點去看 如果我們願意卸出他 我們願意花10年或20年 幫他整個系統 他bap 他會bap 可是他沒有看到別人用 看到這個系統前往都不會用 我相信 其實這些都是對的 但是我認為其實只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那個東西能夠二、三十年前的 應該二、三十年前的 Tenage能夠一直活到現在 而沒有被這麼多好的東西 所競爭跟取代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脫币 他一定是有東西卡住的 就是有既得利益者在裡面卡住他 然後不讓你開放 不讓你做 不讓你取代 這件事才會成立 那種東西隨便斜一斜就長成 跟他現在一樣 對 我只是說 這就是有些東西在我們現在的系統裡 在醫療系統裡面 他存在的就是很多的是封閉 那個封閉你不是靠什麼資訊力量 不是靠什麼技術的力量 被打破這個封閉 他就是封閉 所以那就是扯到這個開放性的標準 我們很多這個醫療的這些資料裡面 他其實都沒辦法互通 格式什麼其實都沒辦法互通 所以你就會很重複的 那你光想每一個醫院的系統 他們都長得 不要說醫院的系統或者醫院給我們玩的軟體好了 每一家都做一樣 很像 每一家都得重新開發 那你說像我們做了一些軟體 如果想要跟什麼什麼 像做了一些東西要跟每一家互通 那根本就是每一家都要去跟他通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介面 完全沒有標準 那這就是現狀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做開放性的標準 做系統推介 那因為開放我們 開放就是要串聯 我的理解是開放就是要串聯 那最下面那一句呢 是給自己幫助 是主要是說 這是以前經營LARS的經驗 其實這個基本上是一個社團 你這個社團怎麼起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以前可能就是喜歡幫別人 所以就一直幫幫幫幫幫幫 但是後來我發現 好像就是這個方法才會把事情建立起來 這個可能見仁見智我不知道 但是我倒是滿喜歡幫別人 那為何 這樣剛才稍微影響 先講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community 應該是說我們是一個開放的社團 或者是給開放的系統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做ICT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對資訊、通訊這些還比較熟 所以搞了MAC也搞了一陣子 所以做產品其實還有問題 但是對我來講 我想做這件事情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我對醫療、照護完全不懂 我就是工程師 我就是做產品的那一種 我們幾輩子也認識不到力量的醫生 更不要講說什麼 人家這些懂了就不懂 所以整件事對我來講最難的突破點在於 你怎麼讓就是這些醫療、照護的體系 都融入在我們的社群裡面 這是第一個要突破的點 那所以我們的做法呢 就是第一個是剛好因緣的因緣際會 我們跟那個在在醫療學會的理事長 是很熟的 我啦 也不能說很熟 所以他以前也是做空屋的 他以前也是做空屋的 然後我們基本上有一些 隱隱約約的革命情感災 所以後來就比較少 所以那後來就關心了在在醫療學會 那為什麼在在醫療學會 在這個community很重要 其實還是回到我們的 其實還是回到我們的理學 就是說簡單說呢 長照對這個社會來講 長照的解法是什麼 長照的解法有一個部分是在在醫療 為什麼 因為呢 簡單說我們現在的醫療體系呢 人快死的時候 他基本上都是一定要我們移願收的 但是這個東西會耗掉太多的醫療的resource 而比較正常 其實我史達尼過了一陣子 就是我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學了一陣子 然後我不能說在在醫療就是一個完全的解法 但是它是一塊我們現在缺的一個拼圖 整塊拼圖裡面我們現在最起碼缺了這一塊 我們原來有很好的醫院的醫療 有很好的那種就是回診的這種醫療 但是我們缺了一塊在在醫療 那當你去看 因為日本老人話比較快嘛 那所以當你去日本看的時候 尤其這個在在醫療學位 他們基本上去日本取經了很久 跟日本學了很久 你如果慢慢去看他們這一些活動 你就會發現那裡市長他們 可能因為老國就是日本人的關係 所以跟日本的就是溝通非常的順暢 然後他們去日本光學這些東西 就已經學了好幾年 而且他本身就是第一個 換台灣第一個而在宅醫療的醫生 在宅醫療是什麼 就是醫生會去你家 簡單來講 你生病的時候醫生會去你家 那你會覺得說我去醫院就好了 為什麼醫生要來我家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 他根本就是重病失能或怎麼樣 他就是出不了家 甚至你在台北 你只要沒電梯你可能就出不了 就是你當你病了很重的時候 你就出不了家 那這種人他基本上就會需要醫生來你家 尤其是如果當你在最後比較 簡單講你已經到最後就是比較快走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需要回醫院 就是說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好 我這個常真我話太多了 這麼說好 你已經假了 你自己去想什麼 你自己真的已經老了 快走了的時候 你很在意你多活半年還一年的舉手 如果很健康你 我應該說如果你現在很痛苦 不管插管還什麼 反正你已經就是不是那麼的健康 你還很堅持你還想多活半年的舉手 可能不能由你決定 沒關係 不會只吃完醫院而已 因為有時候是你家的小孩不讓 就是有一點希望不會說 對對對 因為我在醫院大概有在籠統有半點的時間 在照顧我爸媽 對 那些大陸同胞在那邊當看護 然後說台灣怎麼這樣子 生命還要替錢管 然後他說他不可思 然後在大陸晃了就讓他死了 所以只有台灣才會 所以實際上是你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你剛剛講的一部分是解法師 另外一部分的解法是靠自己 也就是說你讓自己一直可以活動到 活動到你要死的那個時間很短 那這個是歐洲現在的做法 他們也強調ICT 所以也就是說你都知道自己 就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健康還是生病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時候會發生 那你實際上是在拖累別人 所以你剛剛講說拖累小孩 對 那就是你沒有準備好 所以你拖累小孩 所以你剛剛講說散場醫生 醫生到你家裡來看是因為 因為理論上就是說如果你 就是那是一個理想 就是說我很健康 我也很照顧自己 也吃了很積慮 然後我也都有運動 然後到最後我死的那個時間很短 可能我生病有一點點快就過去了 社會值得也當然會也最低 醫生也不用到你來家 那你送醫院就跟你證明說 你真的差不多就這樣 所以醫院的職業也很那個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 現在有很多人是沒有工作在家裡照顧好 台灣現在很大的都不在這裡 所以沒有 國家沒有生產力 然後是一堆就反正要把一個人照顧一個人這樣 那老一輩子的人就是他沒有照顧自己的 沒有把自己養好 然後到最後他就拖累小孩子 其實我覺得他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整個的解放基本上他就講出來 簡單說呢 就是讓每一個人 那些人是一個健康可能的健康 然後只經過最短的時間就走 差不多就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是 平均臥床是七年多 你臥床七年多才走 你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很僑人 就該走了 因為你一輩子該活那麼久 你也該活了也來做完了 然後健康的情況趁越久越好 然後當你真的很不健康的時候 因為很不健康的時候帶來就是 基本上它就伴隨著痛苦了 那個那一段後當然是很會想要的 好 那這裡有一個點就是說 剛才是講到日本在對老人化的解法 基本上它有一大部分是做再改一老的 那臺灣再來學會這邊 就是一群人一直在去學這些事情 而且跟日本接軌的非常好 那他們也找到了很多不是完整的解法 就是很多嘗試的解法 日本怎麼做怎麼做 但是不見得我們這邊就一定是這樣子做 但是起碼你有看到別人的做法 所以再來醫療學會算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partner 那我後來也是他們的資訊的顧問 那他們在解再來醫療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大問題就是 他們對資訊系統有非常大的困難 就是說簡單講你要當社會要轉進再來醫療的 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缺很多軟體 好 那這些軟體現在不存在 那為什麼現在不存在 因為沒有人有需求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沒有人在用 當然沒有人開發 所以這些軟體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這個community有一個蠻大的 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會去開發那樣的軟體 因為你這個時代需要這個東西 那那些軟體遲早就是要被開發出來 那我們基本上就會這樣 就是說 所以我們的community有一個很大的點在於 在代醫療學會 所以我不知道 已經加入了Ghost眼珠的舉手 趕快加入 沒錯 等一下記得 那個拿一下趕快加入 我講的不是很動聽的時候就趕快加入 那個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其實 在這個AIA學會裡面有 有大概最起碼目標識的醫生 所以我們的community其實很多的醫生 你去看我們的臉書裡面 有的時候冒出來出來 講出來到底都是醫生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想要做這種 就是你想要把東西做好 你就必須有裡面各方面的人 那我是對ICT這邊其實相 不能說很有把握 畢竟我就是在這一行出來的 所以我很熟悉 但是就是要醫生來求醫 所以在代醫療學會是一個蠻重要的 那其商 像第一牌 第一牌呢 好啦 我再問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當老人化這件事情 其實他是醫療比較重要 還是照顧比較重要 就是醫療佔的問題比較多 還是照顧佔的問題比較多 覺得是醫療比較多的舉手 覺得是照顧佔的比較多的舉手 就我的理解 整個老人化的這個問題 照顧佔百分之九十 照顧 基本上都是照顧 因為人在比較老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那些病 那那些病 大部分通常都是比較慢性的 那醫生給你開了腰 給你知道之後 他其實也暫時他也不能幹什麼 必須靠很多的護士去幫你處理 或者幫你 教你做這個 教你做那個 然後自己大部分 其實到時候來照顧你的 或者是來真的給你幫助 大部分都是護士 都是護理人員那一邊 那醫生只是在最關鍵的時候跟你說 他這個應該要再蓋電腰 這應該要再做什麼 或者是他最後來做一些比較關鍵的舉手 所以整個老人化的問題 其實大部分都是照顧的 而且很重要的是 又講了 可能要講了為何而展 這樣說 我們一直在說 我們是做資通訊對不對 那你覺得在解老人化問題裡面 資通訊佔很大塊還是佔很小塊 你覺得佔大塊的舉手 小塊的舉手 我的理解 整個解這個問題大部分都是人 都是要人群工作的 人做這個 人做人做這個 你資通訊能做的東西相當有限 但是呢 資通訊是一個把人的效率 放大很大的一個工具 這麼說好了 如果我們兩個溝通的很好 我不見得要出現 對不對 我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如果我們兩個溝通很好 你需要的這個藥 或者你用的這個東西 或者我給你一個影片 或者說我們團隊口誤可能很好 我可以給你很好的服務 這可以讓很多人力的浪費 或者能力的效率都減低 所以資通訊系統可以很大化你人的生產力 但是它沒有辦法 幾乎沒有辦法取代任何 跟該付出的東西 而整塊的東西最大還是人 那個不是我們能做的 但是我們只能做一些比較關鍵的東西 好 那上面整排呢 上面整排其實怎麼說 最左邊那個其實他們就是在宅的團隊 他們是一種醫療的照顧的團隊 右邊的那些是物理資料所 他們都是所謂的醫療的團隊 醫生到我家這個也是都是在宅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從在宅這邊切入的 所以你看上面大部分都是 那下面這些就是一些Maker的社團 然後下面是一些Maker ProHaha 然後最底下就是一些證明 那我再跟大家update一下就是 就是它是一個community 所以你在我的想法裡面這些community 你必須把所有的人都傳起來 那這種東西都是你只要有些人 關鍵的人都是關鍵的在結構裡面 因為我們都不要做架構 在整個的架構裡面 你只要缺一兩角它死就長不開了 那這些有醫的 有這些我們做資訊的 有些做就是廠商或者是做一些媒體 那其實政府的引發還是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跟 簡單說呢 我們現在跟我自己因為新竹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跟新竹市政府還很不舒服 那前一陣子我們 如果在社團裡就知道我們去台中開會 那其實那個時候跟那個台中市的衛生局 其實也有一些恐怖的關係 開始也有一些恐怖的關係 那其實它那邊的成績很高的 現在應該是在市長那一隻的 所以我們是從這種角度 反正就是 反正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那其實政府也有很多時候需要一些 民間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 勞一大堆的人來一起做這些事情 我大部分都是勞一大堆的人 通常都有 反正就扣裡面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 反正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如果通常因為這是組織 如果你們組織也覺得說要大家一起上 一起勾創這些東西也會很贏這樣 那擺上去不花錢 你給我LOGO就擺上去 對 這個不花錢 我只是這樣 我只是覺得不花錢 好 那 那 我理事上是不是要講好嗎 你拍那個 我們的跑法是這樣 就是 這個是我們的系統 那我們有 這個 我們的梅琪這邊基本上就是Maker Pro 所以今天活動會是Maker Pro版 那我們跟很多開源的研究團 就是我們搞開源的嘛 基本上跟我們 簡單講要跟我們一起 Codework 很簡單的 你就是開源開放 那所以我們跟開源開放 有一些做一些 就是開源比較像這樣子 像Sword Air啊 然後就什麼神手啊 這種他們就是反正都是做開源的 所以我們通常 開源的人他們很容易Match 因為他們其實很喜歡合作 因為你東西都全開放了嘛 其實你也什麼都拿給人家看 所以Codework很容易 反正你也不常我也不常 那我需要就幫忙 就把你紙恩做進來 你需要就把我們做進來 還有需要大概就一起Code 所以開源的人 他們通常合作的很順暢 好 那 這我們的核心是這樣 那我們對會旁邊當然就是 在在醫療學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那我們就會創起很多醫療照顧的夥伴 那我這邊因為我自己是 我自己在業界這麼久 所以我一點都不反商 這跟做Lars的一樣 因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 什麼是商業的力量 那我也很清楚知道 商業是怎麼運作的 我以為我很清楚 好 那簡單說呢 企業在商業上 這是對的 也沒什麼關係 那我們既然還是搞開放的 我們的所有東西 你企業還是可以拿來Code很多 你還是可以拿去用 我們基本上的理解 反正大家都是合作的 好 那最重要的是呢 企業跟我們這種社群合作 他基本上就是把握適當的要給你貢獻 基本上就這樣 反正他企業有賺到 叫他給貢獻吃不是太困難 反正簡單來講我們不反商 我們也很喜歡跟商業有賺的作 而且你要這麼想 就是說我們在解決老人化的問題 這麼大的問題 我們對我的理解 我們需要所有的力量 商業的力量太大了 你沒有必要跟他辦 好 簡單說呢 這麼大的問題裡面 商業能解的就讓商業解 你幹嘛把所有事情來在自己身上解 不用嗎 政府能解 讓政府解 商業能解 讓商業就解 只有那個沒人解的東西 才需要我們解碼 對不對 他最好都拐他們 全部都當他們解最好 所以其實開放社群有個好處 你把所有東西的所有的資料 knowledge 所有的解碼 大家都在裡面討論 讓政府很好解 或者讓商業的人覺得 這裡有何有利可圖 趕快來賺 最好大家都把問題都解決掉 老人化的問題都不在 我們就什麼事都不用幹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 老實講我不是很喜歡 所有東西都來自身上解 是沒人做的東西 我們覺得該做我們再做 所以企業夥伴這個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內部運作的架構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像 這個圖不太清楚 簡單說是 我這裡是有點像是創辦人 那以前在LARS裡面 基本上他是屬於 正常以前在LARS裡面 他是屬於那個就是 他有一個叫contributor group 就是說我們所有東西 就是會在一群裡面去討論 去討論說什麼東西可以該做 不是說所有東西都我說了算 而是其實上是有一群 理論上是有一群比較核心的 這群大概是一群決策 但是現在還沒有到那個定 現在基本上就是我一個人的定 那在LARS裡面他是用contributor group 那下面簡單講就是RD 那這個是RD 那RD很就是RD通常就是要寫call 我的理解 那有一些架構式他其實是不寫call 其實他寫call也寫不贏人家 我是這麼理解 那但是他就是因為以前寫多了嘛 什麼什麼都懂嘛 對不對 所以他判斷出來的東西 或者設計出來的東西是對的 但是叫他去寫其實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覺得自己多厲害 但是我認為架構通常他就就很閃 他在花時間行後開發者 那我們這裡還有一些 最主要是我們還有組了一個 比較像是醫生照顧的群組 因為其實通常RD就是不太懂醫療 這只會寫系統代碼表 他必須要跟醫生跟照顧的人共同 這一次這一次 那我們這裡面也有很多suffer 目前其實雖然他很新 但是我們也有一些suffer 這後面都會講 在這裡順便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圓景 這個理合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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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面的軟體 我們希望它運作成這樣 那現在是所謂的群組的說明 第28個 社群我們剛才的logo是7個 那其他就是稍微稍微 那我們算稍微還比較細膩 就是說我們找了一些人 大家一起來cook 其實你把它想說是一個公司的感覺 你找了一些人來 那這些人其實你一開始叫他去cook 一個很大的發覺其實相當困難 那我們通常就是找一個 手頭上馬上可以做的東西來開始 我不要去扯一個太遠 然後已經加過第一個半年一年了 大家都沒事幹嘛 所以我們就想到哪裡做到哪裡 這也是設定基因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通常它都是8層它們 就是你想到什麼能做就做 目光可以很遠 但是做東西一定要從腳踏實地開始做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先做一些小品 小品的是一些 不管是一些小工具 或者一些小AP 第一個是要做的是預測看診時間 預測看診時間是這樣 它的需求是這樣 我們可能常常去不是常常的 或者是父母家裡 有些人會去醫院看病對不對 總是去大醫院去掛 你掛了急診幾號對不對 那你通常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去看 這樣說好了 你去醫院掛了那個一個急診幾號 你什麼時候去醫院 你是怎麼判斷你什麼時候去醫院 奧玩的大小 大小 財 中間奧玩的話 就是中間的時間 那你會上去看他現在看到幾號碼 會嗎 看診進度 看診進度 你自己兩個小子去看 等到碼到快到的時候 再趕快去嘛 對不對 大概就這樣子嘛 反正你的父母他可能不太會看 所以他就大電話這樣一看 你就是幫他看 你自己會看 你也是這樣子看看看 然後再去 然後去的時候就是看你抓到準 抓到準 其實就好 要抓到 自己看的時候是看 這個醫師投掉出去 也有 很多技巧 老師講很多秘機 可是不管 反正最後人都可以去就好了 還有你說 如果老人比較大 一定都兩個人 所以都很少去看 因為累積就是累積 對 如果只有一個人 不是退休 我就累積大了 可以走上路 反正我沒地方去 也沒有什麼事 我還是早早去 他就在那邊趕計算 要不然就看看你 看看你也是一種生活 也是有延長受精的方法 所以不是只有全部都是基督 所以你而且你就是有那個號碼 也不見得是那個號碼就是你的號碼 可能你被另外那個想的 你被已經塞了很多別的號碼 我看病人今天是這樣 因為我們自己也塞過 他說你來了你就先進來 所以那個都不准 所以我認為 嗯 就是說 問題還蠻多的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會講一下就是說 簡單講啦 我們做一個就是 就是這個需求 那我們想就是說 你做一個比較像Linebar 反正老人還比較會 要他用Line 還有一點機會 反正你就是在裡面告訴他 說我是幾針幾號 然後他就會先告訴 我們那個概念是這樣 他就會先 這個機器人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大概是什麼時候 然後等到比方說 15分鐘前 他還會再提醒你 幾分鐘是可以設的 他還會再告訴你說 你該出發 就這樣 那他會一直去看說 現在到了幾針幾號 反正他的簡單的需求就是說 你跟他講說15分鐘前提醒 因為對我 我不知道以我自己的了解來講 我管你那麼多 反正我就只知道說 我現在出發到醫院15分鐘 你15分鐘前告訴我就好了 那他大概就是 目的就是還要告訴你說 你該出發 就這樣 實際上當然不好做 所以也做不準 但是重點是 其實你做的在不準 也比你熟的那邊看來的準 你會覺得 對 繼續 你請 這個Lineboard開挖的時候 有沒有去問問 他要 就是說他要看這個號碼 然後他要去 因為你說台北15分鐘可以到 好像很不見得 沒有辦法是可以設的 你說像今天只能夠設到 對 其實剛剛好 你要到了那個時間不見得 對啊 然後我去看一個診 那個醫院是很有名的醫生 他就有個規定 80歲上優先 那我們這邊也少於80歲的 沒關係 80歲的優先 他裡面 我跟你講 所以你就 這個時間沒差 真的去做的時候 應該說我們發想是這樣 真的去做的時候 裡面奇奇怪怪的東西 大得 好 沒關係 我們今天只是大概說一下 我問 我看適合哪個醫院 像幾個公立的台北醫學院 台大醫院 可能台中已經看著時間排得很順 插卡 健保卡一插 時間其實很好估計 有啊 他們其實有 他的App裡面有的 對 他已經做得很好 對 有的有App的告訴你 他準不準就不知道 他有的是 像台中的商機醫院也做得很好 對 你就看有的醫院可能適用 理解 反正這個是我們在做的一個小品 那他其實的case比較generalized 無所謂 反正總是事情說他要一個開始 那因為他要好幾個 我們稍微講話一下 第二個是 我看看 這個也有講 再來照護醫藥工廠資料集 就是說 這麼講好了 我們很多長照的資料 很多很多什麼可能 整合也什麼 比方說社區官員據點 他也在網站上可以給你download 居家裡整個 就很多什麼地址啊 很多這些資訊 都在網站上可以給你download 好 那東西可以給你download 他比較像是Open Data 可是Open Data 跟你程式要整合進來的東西 其實是差蠻多的 應該說 你都可以把Open Data抓下來 但是如果當你是要開發一個AP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他的 你download下來的資料 他是會變的 所以你天天要廠商回去 要對這件事情 那這是基本的 而且他散落在各地 那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用一個 有一點像是共用的資料 反正東西都幫你匯進來 這裡面就可以一直蒐集 那因為本身這個資料庫 本身你可以查 你用APP上去還是可以查 所以不是像 你雖然只是一個 比方說CSP漏進來 但是你有手機的APP可以查 他其實網站有些做得比較好 他們也會查 但是有些就只有給你CSP下載 你就不好查 那在這裡就可以查 所以我們這個project比較像是 反正就是拿得到我們資料 就給你放進去 然後你手機上就可以查 而且他提供API 所以你如果是開發程式的 你可以跟他借接API 可以當場拿東西 你其實稍微是不需要維護東西的 那你會想說 為什麼會去想做這些事情 其實你只要想法的那個 其實點不一樣 事情就很紅 就想的結果就不一樣 當你在想這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人做 因為這件事不會賺錢 沒有錢賺 我幹嘛把資料蒐集起來 然後提供給其他開發者一方便 我當然賺不到錢 但是你覺得 如果說你整個社會或者整個系統架構 他是不是需要這件事情 是 那就該做 就這麼簡單 對的事情該做就去做 你事情就不會變得那麼複雜 所以這個概念比較像是這樣 它是一個資料庫 它一樣有APP 然後可以查 然後也有API 這是一個 而且做得很快 一個禮拜就做好 這個確保 我們還有在跟台中的衛生局 有一個這樣的合作 其實本來是我們William 會找我們 其實一開始要讓大家自我介紹 等一下保餓時間 因為其實我覺得自我介紹 大家的資料比較重要 那我還是不要講太久 可是我一定會講很久 然後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比較像是一個check bar 但是你跟他講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需要輸入很多的表彈 你跟他用比較像是 就是在那裡面跟他 他會問你你會回 然後他會幫你填表彈的一個基本的方式 這個東西對那時候 William他是自己提這個發掘 這個發掘 但是後來其實像一些衛生局 他們其實就很有興趣 好 那這個是公眾之家的題 來 我是覺得 那個chapter可以再upgrade一下 因為通常就是醫生會發很長 如果你去看診 即使醫生發很長時間 在問你 你最近感覺怎麼樣 你有來個說 如果我們check bar 能夠先提前幫醫生把這些問嘴的資料 收集 因為滯通訊就是收集的資料 然後幫助醫生能夠在這麼大的資料裡面 盡快的都是判解 即使是他到宅區去看 其實他這些資訊在腦袋裡 已經有一個判斷之後 他要做的是一個確定動作 就是看到病人摸摸看看 那他的資料就會很快的就會知道說 他大概是什麼 那我認為我的觀察是 病人在家裡的時候 他真正要你看的時間 或是有人去照顧的時間 其實都不長 他其實大部分時間其實都在睡覺或休息 或者是他有自己的活動什麼 所以就是所謂的 我們照OS的觀念來講 就是multi-tasking time-slide的概念 所以將來如果政府的長照的利用釋放出來 那這些chopper有醫生去處理 然後那個照顧人員他其實就是file 他就是你該去什麼時間去幫病患後的是老人翻翻身 或者什麼 那這樣可以省掉更大的能力 所以chopper可以升級到做 就是病患的他的基本資料的收集 所以差不多 他不是10秒 他只是 那只是其中這一 其實為什麼講到這裡 為什麼我用chainbar 是因為chainbar實際上是一個很單 就是他是一個很line的介面 你就跟他講 你就跟他寫 好 那至於他後面能有多少功能 後面能有多少東西 就看後面的AI有多厲害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他的介面是對的 為什麼從chainbar 或者從linebar這種東西切入 他的介面是對的 他是一個彈性的介面 難就難在你後面跟前面怎麼conversation 那這個東西在我們現在來講 他進步非常的快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想像的空間 他的重點在於你到底做得出來做不出來 好 那但是在這個時代裡面很有機會 那為什麼我們會做成這樣 就是在架構上他沒有錯 我們往這個地方 approach 然後其實我們也會去 也有找了一些比較像是AI的人來 那就基本上也是在cook 往這個方向cook 但是實際上進度是很慘 慢慢的 好 那再來是說 剛才講的這個研發小品簡單講 就是我們自己正在做的 好 那其實開放工廠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只要去拐來 有沒有 別的拐絕拐過來就是你的 差不多了 真的 像我們第一個門診推薦系統 就是我們裡面有一個夥伴 那夥伴他以前就做了這個 他就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好 那他就帶來一起 所以他基本上 這一個像門診推薦系統 這個門診推薦系統是 他是 他也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Lightbar 然後你問他說你 比方說感冒他就會告訴你 你要看哪一顆 他這個是根據症狀建議你要去看哪一顆 那這個Lightbar已經上線了 你這個 這個 這個我裡面都會 這個Slide都有連結 你點進去他就有資料 資料裡面就會告訴你怎麼使用 好 簡單講你只要打什麼症狀 他就會告訴你 那他後面有一個後台 那個後台基本上就是在做症狀跟科別的對應 然後他去蒐集了很多症狀跟哪一個科別 然後做了一個邏輯 這個東西比較像是一個 是一個推理的 其實是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這些 你的這些症狀在好幾顆裡面都有 你跟他講的三個症狀 某一個顆都可以看 這個三個症狀他就這樣離去 大概就是一個還是蠻簡單的邏輯 但是他等於是說他有前台讓你問 他有後台讓你編輯跟收集好 那整個東西他也只有分手數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花園 我再說一次 基本上太原工創枝一定要騙你的進來 他就是你不用你這樣自己開發 這個這個就是 那這個再者照顧即時系統也是 他就是貝貝台東他們做的 針對再者醫療他們去開始去開發一些東西 所以他開發了一些功能 那他也有些內心 我不是很熟悉這個東西 我只是把畫面講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這樣的系統 他基本上就是開發的 也就是他是有Source Code的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你就一起進來就做 然後Single Care是 就Scar這邊 他最近他是 簡單講他是一個產品 嘗試要做一個產品 做室內定位的 然後真 因為他你在家裡有定位系統 所以他會知道老人現在大概在做什麼 然後他當你有做西藏有異常的時候 他就會通知你 他概念比較強 但是他比較 這一樣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他所有東西都是開源的 硬體的 硬體怎麼做 軟體怎麼做 AP怎麼做 後台怎麼做 這個東西開源 他最近要搞一個月 北中南的工作坊 讓大家一起來 來學這個東西開口體 在他的臉書跟我們的臉書都有資訊 可以看一下 資料共創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去一些在來的情境裡面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你去就是護士去照顧病人還是幹嘛 其實他需要很多的衛教 那很多的衛教其實可能早就 可能早就有影片 早就有一些文章或怎麼樣 但是他們必須要每一個人自己去收集 然後才去 那這個東西比較像是大家一起來收集 然後可以查得到 然後可以很快的把資訊給病人 這是資料共鑽 然後還有一個 我們嘗試做一個叫社群服務 就是說 這麼說好了 就是我不知道那要怎麼講 就是就我自己來講 我就是覺得說這些在宅的 或不是在宅 就是長照的資訊就是一準夫手明明 你就是不知道該問誰 不知道去哪裡去的 然後通常裡面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找不到 好 那熟的人都會跟你講說 你要這個就去哪裡找 你要這個就去哪裡找 對對對 他都可以 可能都可以跟你講 但是你就是找不到 因為你找了A之後 A就給你推到B 然後你去找B 你就給你推到C 然後反正你就是找不到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要不然他就跟你講說 你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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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實際上你就是找不到 但我覺得很怪 那所以我們弄了一個 這個LINE群 其實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你弄一個LINE 你加到這個LINE群以後你就來問 當你來問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人會很確定 你已經取得你要的幫助 他不是自己去幫助你 他還是會跟你講說 你問他一個問題 他會跟你說 那你打這個電話怎麼樣 他會先跟你詢問你有沒有這個 大概有一個基本條件 可以你打這個電話去 你就不會白打了 那你等到打去的時候 你去去去不管怎麼樣看 你可能又被推走了對不對 你推走了之後 你又再回到這裡說 我又被推走了 所以他就他又再告訴你 說你要怎麼弄 簡單講他的概念就是 他要負責你解決你的問題 他的概念是怎樣 他就一直monitor你到 你覺得你的問題被解決 他實際上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LINE群而已 我們在裡面收集了很多的資料 也不是說很多 我們嘗試去收集一些資料 這個就不是他們的收集 然後在整個HKOS開始之前 整個在宅照護他們其實出現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醫療系統跟我們的照護系統 基本上是分開的 醫跟照是不管的 他們是切開的 所以當你要做這種 比方說這個在宅服務的時候 他依照這些團體 他不是只有團體 醫院的團體 照護的團體 很多的子團體 他們都是有各個結構組織 他們之間都是很難溝通的 所以他們當去要去做這件事情 到最後的解法就是這樣 我就是LINE 然後照幾個人就是進來 然後就是在裡面亂考 然後通訊的問題可能沒那麼嚴 就是還有點緊絕 但是很大的問題是 當你去服務一個個案 你這個個案你全部都在LINE裡面 那麼講還想去講還想去 等到這個個案服務結束的時候 其實你從頭到尾都是傳過水無案的 臉書也是傳過水無案 LINE更傳過水無案 你大嘴巴拉拉過去更不一樣 他都沒有被organize 所以他們基本上一開始就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就是在宅場上 在宅場面遇到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一開始就做了一個叫Trail的實驗 這個就是有一點實驗 他是一個就跟我剛才講 他是一個專案管理軟體 他是有點像在管專案的 所以你可以管理一個診所 你也可以管理一個 你可以管理一些個案 這個例子就是有一家在宅診所 他用這個系統來組織他的 不管他的照顧人員 他的個案他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是一開始我們認為 這個軟體可以幫助這個情境 因為他又是現成的 而且基本上他又是免費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就是做一些實驗 後來有幾個診所就很確定說 這個東西他們可以用 所以有些在宅診所他們基本上 現在就是用這種方式在 Coordinate的他們的團體 這個整個點進去他還是有他當初整個東西 只是告訴他說 如果你是一些在宅場照顧的診所 或者是請進你可以直接用這個東西 那你如果小心的使用 就是不要用太多他的功能 基本上是免費的 而且他很快 大概兩三天你就搞定這件事 就可以開工 不會像傳統他們講要解決問題 就是想要體虛久搞清楚 然後再去開發 搞個半年之後才能開的東西 這不用這個一個禮拜就可以上線了 然後當這個東西上線之後呢 後來我們又有一個就是說 實際上其實在實務的情境裡面 他們其實他們需要Database的軟體 簡單來講他們需要一個Database的軟體 但是又不是以前Database的軟體是會是你需要去開發 那幹嘛做一個套裝軟體 沒有現在Database軟體很generize 就是他是一般性子 所以他很強 但是他又很一般 你很容易就建好table 很容易建好關聯性 你很容易建好他的很多東西很好用 重點以來也有什麼用錢 他有一個叫Altable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比較像是診所 他們就是做一些什麼收案總調 全部都是用這個資料庫在做的 那也一樣 我也只跟他講了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他們醫生也可以自己搞定這些事情 你就知道他多簡單 這個也是一個實驗 社群活動 小部分都比較強 那我覺得今天其實最主要是要讓大家顧曉的 因為其實來這裡很多都是本來在 在HCOS裡面其實大家都可能能有 然後我們就先自我介紹完 如果最後還有時間再說 他沒事就這樣講 我們先來吧 看哪一天 我們就轉到 欸 急著的我們先講 好像有人 大家都很忙 這個是我們的Architecture 我們的下課師 因為等一下先離開這以前講 然後我是Lanmar 那那個就是我在LASS的時候就有家庭 那那個我是覺得就是現在在做的事情蠻有意義的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開軟體開87年了 那那個在Linebar跟機器人相關的是有研究 我現在是在做一些機器人相關的專案 那謝謝 還有誰嗎 有機的走的先講 還是簡單你先說 你不是等一下有在那邊走 好 還好 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政府資訊長 小景登 那個跟Habba大概一年前認識 跟著看LASS這個機器 我想這個對整個台灣的 目前的這個服務是很重要的 因為大部分的這個跨領域的服務 你怎麼樣去用對的IT手錄去把這個完成 一直都是一個大的難題 透過社群的方式 然後不同人進來交流 把重要的東西弄好 那台中市參與這個活動 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基本上他的資源 還是相當的有限 那怎麼樣透過社群的方式把不同的資源 然後連結在一起 這是在政府看待這件事情上的 很重要的一個走嚴點 我想如果有更多人進來 我們的進度應該就會更快一點 謝謝 這個就是幫我們牽牽台中市政府高層的夥伴 那跟台中市政府有一些合作就是這樣展開的 那其實我滿感謝景登這邊 其實最重要的是說 基本上就是比較是開放的價值 那種開放的價值 老實講不是所有人都信自己 那但是他們其實很棒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後面還滿多可以高的 那我們的LAMMA他剛才名字沒剪 就在去 所以他LAMMA他基本上他是我們的架構師 所以他對軟硬體 然後應該說對軟硬體 對可能比較像是他是做機器的 對軟硬體 他對系統非常的 就是看系統也很厲害 已經他就一開始為你說他做了 你說17年 所以我們在架構這邊很多一次 好啊 我們一個一個來吧 其實這裡面手面有很多 你剛才把他在後面 威廉你先講 威廉 有急著走的就先講 這樣子你教大家 大家好 我是威廉 我是提就是當初提案就是那個 CHAPA收集個案資料 那我自己寫軟體我是覺得說 其實因為軟體是CHAPA這樣的發展 以前可能很多沒有辦法自動化都可以自動化 那我自己就覺得如果能自動化的東西就盡量讓他自動化 不需要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一些比較重複性比較瑣碎的東西上面 那尤其是我這兩年其實算是在長照領域工作 就知道說大家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很瑣碎 然後很好使 然後也消耗人力的工作 那所以這個想法已經在我腦袋裡面一段時間 接著就把他提出來 那希望可以做出一個比較好的產品出來 那我認為說 只要能節省這些照護工作的人的時間 那應該他們可以把時間投入在更有意義的東西上 謝謝 那我們就先這樣舉手就好了 舉手 不要再這麼多人在 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朋友 我不太會講話 我是馬 流氓的馬 律師法律的律師群的律師群的 剛剛從那個業務單位登上來三年 小弟從搞整樓 放射整樓 從美國出零年 然後後來進入邁寧 然後去家養戶 那麼 去的地方包括你們所看到的 我去過吧 那麼回到一個滿重點 我先回答那個主持人 今天講的話 為什麼醫療或醫院裡面的軟體那麼很難用 好 第一個 我們全台灣最厲害最厲害的電腦 是健保局 健保局它很清楚 你要用我的東西 我就要給你點書 所以每個月的在申報的時候 每個月的申報都很快 為什麼很快 因為你要拿錢 那你要拿錢的話 如果你規格 你的申報的規格不好的話 對不起 你拿不到錢 所以蠻好的 好像很快 他都跟你說我的監察局的監察都很快 你拿到錢的話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比如說今天你生病 你感冒對不起 你感冒拿不到錢 但是你說你是生疏性的感染 那個點數就不一樣 那如果你說我小病不出來 對不起 沒有用 你說我六道感染 我就三個兵 那你就拿三個錢 那點數是怎麼點呢 一點不是等於一塊錢 它會隨著每天的復電 對不對 可能0.99、0.98、0.8 所以現在健保局蠻好的 它為了不要讓你太辛苦 它還是卡在0.85左右 稍微小一點 但是為何更低 我不知道 因為我為了這個事情 跟他們吵了兩百多萬 還是跟他砍 不可以 那第三個事情就是 我幫你聽到很年輕 那些人用錢都不要 使用別人幫忙 但是你知道嗎 請一個人來照顧你 或者給你洗腳 第一錢很快 第二錢可能會到人來的話 你知道成品多少錢 發多少錢 大概不知道 還不知道 所以你會認為說 好像藝人都應該為你做詩詢 打了天花、藝酒 要求 或者叫職務簽過來的時候 把你監到一定是空前 成員會監到回家就快就很貴 我相信你們有沒有訓練過 有做過的 我還不知道 更沒我 我剛才提到很多 說要排隊 然後後診 就當時 你要知道 如果你要到一般的診所的話 當然都不用後診 但是如果你要到偉大的三大醫生中心的話 你不少不要排多人 所以如果沒有需要的話 我真的建議你們不要到大醫院 你們因為太辛苦了 三場難館 看診館、溫診館 我要等好時間 好 我不再用太多時間 這會不一樣事情 這會不一樣事情 所有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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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 如果沒有人 那沒有人的感覺 會死得更快 沒有貧囑 當時我進入安寧留二十三年 因為我知道要死的人 怕要在家裡要走的人 要怎麼很有尊嚴 要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不是勇於可恥 大家看得到的都是很表面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 如果你有時間 還有精神 很願意的話 好好跟熟悉的醫師 不要再大醫院 跟他去稍微遠一點 不是很方便的家屬 去看一下他家 他的床部有沒有整理好 有沒有跌好 文文看到的味道 大便有沒有清理 還有一個事情 到廚房跟廁所看看有沒有清理 就知道他的家有沒有人照顧 所以你會找人去照顧的時候 去照顧這個人的旁邊還是整個家庭都要 整理清楚讓他們有一個美好 乾淨的這樣才能夠安然地睡過去 時間不多 謝謝 謝謝 這個你們是第一線最強大的 還有誰 我有認識的就要講 就百國厲害 謝謝哈巴也把我算他認識的 簡單講就是小錦燈顧問手下的傭兵團 其中一隻 他現在也在台中市政府的專案 我們比較做的是數人文化這方面 那時候在八月論壇要請哈巴成我們青年論壇的議員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援助會 所以就這樣結緣 會一個城市 那我的本行是音樂家 所以對剛才醫師說的人味非常的有感覺 那我的工作其實有一個很核心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個Generation通常都是當傭兵 因為沒有好的資源也沒有好的系統 那所以什麼都會一點 那希望串起很多大家都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有人去解決 那這個部分的精神可能跟開源有影響 但是因為過去比較少在開源社群活動 希望未來有這麼多機會在包括政府 通販民間企業跟開源這些 有機會貢獻一點力量 謝謝 我的名字叫張俊彥 給大家理員 謝謝 那都是 大家都沒比大的對不對 那是關的 那個有舉手的就先 我認識的就安 我是怕沒人講 哈巴跟各位大家好 我是劉昌賢 現在是跟幾個朋友 我們在做一些跟醫療有關的影像辨識 那上次跟哈巴去台中 也跟那個小舍見面 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 因為跟衛生局局長已經認識蠻久的 那自己也是台中人 那剛剛看到那個有一個Lanbot 其實那個是從那個使用者 或者是病患的角度的需求 那以我自己的切身經驗是 尿泰也是醫師 所以他經常在醫院裡面 就是只要六年中 夜診一到 就是把根部室小姐講說關診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還開放 那個病人進來那個掛號 那你可能看到十點 十點都看不完 所以其實在醫師的角度上面會想知道 這個病人如果是有掛號 能不能準時到 那怎麼樣子讓他及時來 因為醫師自己也是有個實踐 他們也是會overloading 那這是我希望在一個設計的時候 一方面也考慮到患者自己的角度之外 也有醫生的角度 那我也希望說在這個機會裡面 然後看到台灣的一些open source 有什麼open mind的一些想法能夠在這邊落實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大家一起 co-work 好 謝謝 再來 等一下 自己來啦 自己舉手 那本來我就得多認識你啦 今天來的都很厲害 大家好 我的公司是奧樂科技 我叫Givet 跟你們有一點點關係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APP叫 OHL開放健康APP 我們開放下層和上層 中間因為我是做愛系的 做愛系沒辦法開放 好 謝謝 了解 那我表演一下我們的應用是怎麼用 好 你們會比較有擔心 好 以後應該很多合作的機會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這個 適合老人家自我照顧的一些小光君 像這個是我爸87歲 他最常用的一個公園紙 他會買他的貼片 這在台灣已經拿到2月1號記載的證 他就是所謂的低軸波治療器 有人要提一下嗎 查上去之後就有這個公司畫面出來 這個 這個APP叫OHL 你看到的畫面全部都是網頁 網頁的意思就是他原本存在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們家的示範器 那看到這個Hawai 來拿下一個下一個 445 545 645 745 645 像這個 我有OP模 這個 這個有我們預設的8種模式 包含專業模式可以調整平均快速 好 這個8種模式只是我們拿出來的範例 你可以自己編輯 編輯你自己的Patterns跟電腦模式 這是其中一個應用 這是全世界第一個用手機電腦 拿到某一個國家 就是台灣的醫療器來認證 其他廠商 就是說 在全世界都還沒有這種東西 也有拿到醫療器來認證 那他那個 電子可以用這個 這可以像手電 這平均5M 它最高可以到 100V的 可以把你電腦嚇到 幹比較強 我最強用的是這個 所以這個手機的chip的供應 你發現不會造體的傷害 不會 這個是雷神 我們兩個禮拜前拿到政府發函給我們說 這個不是醫療器材 雷射打在身上要做什麼 雷射打在身上可以像雷射研究 重點是 雷射打久了身體不會有傷害 但是會有拯救的效果 所以我媽媽我爸爸不太認識智 但是我送他一支手機 他們就自己開始研究了 你還送他那種 我送他手機還有對不對 手機有沒有機動 iOS的話是會員 iOS只能電腦 安卓的話 全部全協助 因為Apple還不讓我們用他在這裡 他申請 不讓我過 還在跟他吐 Apple上還有那個珍珠的毒箱 這個東西 珍珠的毒箱 我給我媽媽幾乎用 我跟你們講 我媽媽膝蓋痛 我拿去開刀了 膝蓋用開刀 就變開越嚴重了 我們就希望媽媽不要開刀 就進來用的東西 我幫你第一次 我找了一個中醫師的穴位療程 治療膝蓋痛的穴位療程 你怎麼做到 其他一種不會痛 所以他才那麼有興趣 每天自己來 然後我後來把那一個YouTube的Video 把他面前後面的背景 他查進去用的時候 就看著中醫師怎麼治療膝蓋痛的 他就可以自己來 內容加工具 內容加工具可以讓一個不識字的人 學習如何治療 那這個東西也救了我 因為我工作二十幾年 做癌痺 頭痛越來越厲害 後來幾乎每天都要吃十多秒 一個月吃到他吃飲 一包補拿成這樣這樣進 直到我公司變了 就出來知道 那個頭痛比例就這樣沒辦法 但是沒辦法決定問題 因為頭上去會很多的頭髮 別把他墊 我還以為今天又賺錢 其實這幾年是因為公司錢是要太兇 我們公司是福發基金投資的 福利亞投資的 但是錢也知道很兇 這東西可以點頭髮的位置 所以我就自己找了一個治療頭痛的虛擬療程 效果非常好 私利率是97.5 97.5就是100天好 大概通三天 每個月還會同一點 那我後來又研究了一個 德國的虛擬療程 複耳店的效果更好 就變成100多天 同一天 不小心 就回動 我再拿一個小玩具給大家 好 緊緊緊緊 把他放棄 趕快 趕快 再給你4秒鐘 拔斷器也是非常有效的 給老人家用 我重點還給你3秒鐘 我重點還給你3秒鐘 你以為後面有人要排隊 我是今天算溫泉 要不然我就把你趕快去 就把你拔好了 因為後面 因為大家只聽到 其實就是說這些簡單的工具 這個又不是一條性牌 讓我們這些老人家 可以增加自我保養 跟你們比較有關係 不是誰 我們也有一個APP 叫做 好 等一下發明片 到Tacos來宣傳 下一個 跟你們是自己相關的 等一下發明片 記得 各位大家好 畢竟我都很失明 來這邊也是看到這個題目 很有興趣 其實家裡也是 也有一些老朋友的問題 我也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在 譬如老人最要命的照顧也好 其實遇到很多 賴性病 各方面的問題 還有在醫院也看到很多問題 能不能在這邊找到 開放的資源也好 或者說相當不同的 跨裡面的一個夥伴之間 看看你們有沒有一些好的 融合跟創意 想出一個特別的服務 尤其是比較特別是 三業化跟非三業化之間的一個交流 怎麼樣配出一個 很好的一個 service 拒絕的問題 或是別人的問題 這是我今天來的目的 那希望待會兒有機會 跟大家交流看看 因為之前也有遇到一個問題 像台東那邊的配鄉 他也是老人照顧 非常地自然平衡 那希望也可以在這邊 我們是自己住在都市區 可是也看到配鄉的一些問題 那希望可以跟大家 有一些更好的一個交流 謝謝 欸 突然要講45分 等一下那個一個人一分鐘 然後呢 最重要是說露個臉知道 因為其實大家在社群裡面 多少都知道對方 只是沒見當面 所以最重要的是呢 第一個是你知道 讓你們知道我是誰 那大家等一下後面那個 第二個是呢 影片要換你趕快換你 他是要給我們影片 那你要記得給我 好 趕快一人一分鐘 除了阿滴都要講的話 欸 皮卡丘 做好多東西 我是皮卡丘 那我是做奶爸奶部份 那就是這樣 上班上課 長輩在家獨居獨處的問題 所以也在照顧我 那因為我們最近 因為最近對Hava比較不好意思 我最近都沒有太忙了 沒有沒有空 沒關係我只要你的call就好 對 我們最近在北中南 都有一些工作坊 所以最近沒有參加Hava 我也比較不好意思 好 謝謝 不會 不會 大家都很好 但是他的無理想 他從軟體硬體 然後到PM時候 一個人都可以搞定 非常強 非常厲害 對 後來看他導射群 比Hava還優秀 對 現在就快點快 我認識的都要講 很好 大家好 我是如影科技陳建宏 那我們原來認識Hava是因為跟Maker Pro 我們提供Laura的模組之後 突然發覺Hava關係的東西 是過去我們五年關心的東西 所以就自高奮勇來參加 當然如影科技在過去五年做的事情 是以居家照顧跟機構照顧的應用平台 跟老人最終的平台做基礎 所以看到Hava有這個Open Source Maker的這個Foreign 所以代表我們幾個同事 一起來加入這個Pay 包含在過去跟余醫師 我們在台東生活醫院裡有一些合作 那希望我們提出來的貢獻 也能夠幫助大家 謝謝 提醒大家大家有東西的 記得要來社群粉末自己 Frank 給人家幫助就是這樣 來粉末大家才認識 認識我們才有辦法把其他人都串聯給你 然後那才能夠共創東西 就是你自己要先冒出來 你不冒出來這怎麼幫你 記得要來 大家好 我叫我姓王 王傳聖 大家可以叫Frank 我自己本身是做硬體的工程式 我最近做的蠻久的 那對這個H-Force這個還蠻有興趣 是因為也是 因為覺得我們這一代就是 龍眠這一太陽 那其實我們這一代很 等到我們變老的時候 其實也會覺得說 我們的小孩子的壓力也會很大 然後我們的下一輩要照顧我們 可能我覺得還不如 我們自己先照顧好 比較重要 所以參加這個 一方面也是想說可以在內貢獻 一方面也是想說如果有一些商業的機會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產品 然後直接來推也是 也是蠻能做的一個方向 謝謝 簡單說他們是做軟韌體硬體的專案 所以只要是建子產品交給大家就可以了 非常厲害 對 只要你們如果有硬體的配置 還建子 對 簡單說就是這樣 好 下一個 各位大家好 我是 我姓廖廖光宗 是在開埔科技 我們專門是做KWALL的會員和帳戶系統 所以全省的有限電視 我們大概都比較了解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我們公司 我們老闆想要投標 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那個社會公宅 沒有牽涉到聚焦照顧這部分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沒有 還有很多認識的都還沒有出現 大家好 我叫蘇俊銘 之前是在做消費電子的生產製造 現在是在教中小學層次設計 然後一開始看到H-Code 這個蠻有意義的活動 他想說之前在公司做的東西 都是製造生態環境不好的 然後發現這個很有意義 然後我對這個很有興趣 所以說 一直很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說我只要我發現這些東西 我就會PO在社群 就是說因為我對這方面的資訊 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看到我就PO看到了有PO 所以說社群大概會看到我常常PO一些 這個相關的資料 所以他PO的蠻不錯的 很多很多就是 就是其實蠻 給他也是蠻快的幫助 對 很厲害 各位大家 我叫Albert 我們是Breece 做環境監測 試鏈環境監測 還有空氣捷徑 那邊有一台那種產品 我剛才才看到 然後 那我們其實做物聯網跟數據 那那個只是一個載具 那現在 接下來的重點是 透過這些環境捷徑跟環境數據的收集跟分析 還有AI的導入 讓慢性病 不激化的慢性疾病 希望可以做出一些貢獻 那我們現在看的是過敏氣場合作 但是呢 也因為有一些醫師就希望我們跟他合作去做COPD的部分 那COPD就跟老人創造有些關係 所以今天是來學習 謝謝他好不好 欸紀念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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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姓吳 名字叫光妮 光妮 那剛剛看到前面那位仁兄的表演 那個是我30年前曾經人家叫我做過的一個案子 那個時候他也不跟我講名字是叫什麼 那我是 他其實是肌肉刺蛙器 就是肌肉的Standmanate 你也不要把握時間喔 欸沒關係我站在那邊 OK了 就是說他要我用一顆324把它做出來 有沒有人知道324 所以我是做硬體的 沒錯 那最近是在做顧問 同時也是在做也在創業 所以才會看到哈爸他們 那哈爸他那個圓埋的LUX 那個專門我沒有參加是因為 因為我幾乎每天都在網路上收集新觀念 所以我早就看過那個題目 也是開放的 也是散到世界去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已經看過了就算了 就沒有參加 不好意思 不是沒有參加 是滿很想參加的 然後這個題目呢 我有興趣是 因為我在2012年的時候 我在一家做寫堂儀的公司開放APP 跟後端的網路服務 所以有很多串流的概念 就是服務的觀念 然後針鳥手的服務的觀念 還有義工的觀念 然後你要賣東西 所以你剛剛講說 商店的model都要整個串起來的屋 我大概都聽個進去來 但是我自己也算是半個老人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套系統應該對我很有幫助 所以我在想說 我是不是也是 希望的 希望我也是這個系統的貢獻者 同時我也是享受者 趕快趕快 很賤 我有一個要求 就是說 其實這麼大的題目 大家如果要認識 不要常常要不走 這個題目可以做十年 我再告訴各位 我是在我念書的時候 開始去學所謂的生理學證 我本身是電子工程 可是 這一個興趣 一直到現在 包括什麼 生物 Sensor 或者是影像的這種 MR 影像的分析 或者是 呼吸 反正我都有興趣 可是 因為 因為那個門檻太高 如果你今天沒有一個醫療的 或醫生的團隊告訴你 他的資訊是什麼 他需要是什麼 你才有辦法中間做轉換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一個社群應該對於有興趣的人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連結平台 但我個人認為 認為不要忽略 我們那一個 被服務的對象 可能我們都忽略 我們看到最後有一點是 頑體鹽花這樣 那還好有看到有些醫生出來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講太多的話 我想再用他一次 我聽他冷結一下 其實 我跟他認識 他應該是從什麼力量的坑 他其實非常非常厲害 簡單來講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厲害 等級非常厲害 對我來講一直都就是這樣 所以說 我一臉還記得前面 好 還有最後一個 來 最後一個 喂 大家好 我姓Logo圖蘭 那我本身是做會聯程式 做一些網頁的製作 我會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最主要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經歷過這一段 所以長照 我把舉辦一個叫做長照者 一個叫做被長照者 其實你們在講的都是被長照者 那長照者是誰? 是照顧被長照者那一個人 那我就是經歷過那一段 因為我父親是去年過世 所以我大概被綁住了四到五年的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你最難過的時候是什麼事情 是遇到哪些事情 那我主要是要提醒一個方向 因為在座大家都搞技術的 所以題目會偏向一道技術層面 但是長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一位前對講是人 因為被照顧著 需要另外一個人去照顧他 長照之所以出現問題 是因為長照者的時間不夠 他要去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缺乏其他人來幫他 那整個系統當中 就是找到那個可以繼續幫助別的人 我們國家的政策當中 有很多所謂的志工 很抱歉 人手嚴重不足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結構性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是小家庭關係 所以你雖然有親戚很多朋友 很抱歉 幫不了你 因為不住在一起 所以如何利用資訊 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才是解決長照的問題 其實反而不是醫療的問題 謝謝 不錯 我補充一點 其實在社群裡面 他有非常多的面向 其實我們做這個社群 也不是只是做資訊或是怎樣 他有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我做的奇奇怪怪東西 就是因為他有很多的面向 像剛才他講的 其實有些人在開發這樣的軟 別的商業軟體 他實際上也現在在營運 他對這個問題也有一點點幫助 很多這裡面不管很多的 我們可以看 我們在社群裡面會匯集到很多的 已經有的軟體 或者已經有的資訊 或者已經有的一些媒合 或者是已經有一些的 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為了解決 老人化衝起來的一點點而已 就是這裡解一點 那裡解一點那裡解一點 然後慢慢把事情慢慢抖起來 那因為他這裡場地9點之前 一定要清空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趁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換一換名片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準備要殺人 對 那最後大家就再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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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